今天大炮來教大家做一個水晶香西餃 首先我們來準備餡料部分 肉膠的話需要一邊入水一邊得起膠 這樣做出來的餡料就會鮮嫩多汁 調好味之後把所有的餡料加進去拌勻 放入冰箱爛床收收水分 那我們的餡料部分就完成了 接著我們就來做水晶皮部分 我們將常溫水倒入麵粉裡面 搞成這一種非牛頓流體 然後我們一邊倒入開水一邊去攪拌 慢慢去燒熟它 燒熟之後我們就分多次加入生粉去拆 拆到它光滑不黏手就差不多了 切一塊出來搓成長條然後切成一粒一粒 用鬚棍開成皮就可以開始包了 包餃子的方法有很多 根據大家的喜好自由發揮 加些裝飾上龍蒸8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哇!晶瑩滴透色香味俱全的香西餃 那就完成了 吃的時候可以點點一點陳醋 提一提鮮味 探一杯美麗茶 明天早餐又有著落了 小紅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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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紅蔬